第四題中,我們有一個Hitting curve 顯示了我們將液體加熱的過程 這裡很明顯液體加熱,這裡應該是boiling,即是變成gas 這段應該是gas 現在我們要找一個boiling point 這個boiling point 應該是停這個溫度 所以就是40dB 接著我們要找個 specific heat capacity of liquid x 這裡是液體,這裡是gas,這裡是gas 所以我們應該用這段 這裡是10分鐘,這裡是30分鐘 所以10分鐘 現在能量,我給了200W 10分鐘即是600W 乘200W就是q 所以10分鐘應該是mcΔ 所以c就是3元 c就找 specific latent heat 找 specific latent heat 找這個段 這段就是20分鐘 20分鐘 D D 就說如果 power of heat is double 即是200是400 那測量會怎樣呢? 當然它這樣說,其他東西沒有變 只是Hitting power of heat 如果是這樣,所有時間都會短一半 因為同一個能量,一半時間就做到 所以這個圖就應該是 所有時間短一半 即是說這個 本來是10變成5 即是這邊是9 這邊是9 這邊是10 就變成10 即是變成9 那接著 6 絲絲線